早安 我今天又起一個大早了 很早就出門了 因為我今天早上要去南投上課 然後我覺得特別有趣的是 這個主人我對他很有印象 因為我經常在我的Facebook底下看到 主人留言給我 然後他會一直發他家貓咪的照片 然後我就經常看到他家貓咪的照片都很可愛 感覺他很常帶他的貓咪出門 他每次看到我Facebook有發 牧民跟小老鼠出去玩的照片 他在底下也會發他家貓咪出去玩的照片 所以我就是一直看到他發他們家貓咪的照片 可能會拍照耶 貓咪的名字叫做妞妞 我自己還主動去加他的Facebook 因為我很想要看他家貓咪的照片 太可愛了 後來過一陣子主人就跟我詢問課程 對 所以今天就是安排到他家上課 他想要上課主要有幾個他目前遇到的困擾 他的描述是因為貓咪會出去玩嘛 所以他在熟悉的野外 他就會比較難把貓咪叫回來 就是要等到貓咪高興之後 他才會回來 然後有的時候會咬他老婆 對 貓咪有時候還是會咬人 還有主人有提到他很挑食 好 那我現在準備繼續趕路了 等一下就主人家裡見囉 今天的道府課程位在南投的埔裡 兩個多小時的路途中 我一邊開著車一邊想著 主人跟我分享過的牛牛 他們就生活在我最嚮往的地方 那裡有台灣最美的風景 帶著期待又好奇的心情 終於來到了這距離我兩百多公里遠的城市 今天就用這個影片來分享牛牛的故事吧 你說你在路邊撿到的 我在我那個林務局的物色苗湖撿到的 他媽媽就死在旁邊 可能出生一天而已 第一天撿到一隻呆帽 我那個兒子跟媳婦帶回去養 這一隻是隔天撿到的 他已經 他本來我們苗湖有浴草席 他媽媽可能躲在浴草席下面 聽到有聲音 我隔開一個洞抓第一隻 第二隻 他從就扭扭他從那個洞跑出來 每天又下雨 帶回來的時候只剩教育呼吸而已 牙都不會動了 可能出生一天兩天 帶去動物醫院 他說他也沒辦法餵牠做什麼 回家去餵看 很幸運有救起來 有救起來 可是他就是可能氣管肺腹都比較不好 讓我們一見面就能津津樂道的 是那一年主人與牛牛的相遇 主人說遇到牛牛之前 其實家裡的狗狗才剛離開人間 去當了小天使 傷心的牠們原本想從此 對寵物關上心門 不願意再養 一隻小貓咪卻猝不及防地 闖入了牠們的生活 也治癒了牠們的心 這可能就是命中注定的緣分吧 交談中和拘手投足之間 唯一能看出這家人 對牛牛的照顧有加 也深深地感覺到 他們之間珍貴的情感 我認為牠們現在的生活模式 已經是最好的狀態 不需要我調整太多 只需要幫助人解開一些 他們心中的困惑 人這麼多的地方還不OK 都蠻麻煩的 Lalaport也可以喔 現在就是在比較熟悉環境 你要叫叫不來 你要抱牠牠牠給你追 就是牠還沒有要回家的時候 我都會把狗追出去啊 牠有時候會跟著我追 有時候牠就爬樹上這樣子 牠很聰明啊 牠會自己找地方對不對 你就把貓當你的室友就好了 你不要太干涉牠 因為牠有牠自己的日子要過 然後我們太習慣 用和狗相處的方式 去跟貓咪相親 你就會覺得 欸牠怎麼都叫不來啊 你就算是訓練完 你還是要看牠心情沒有錯啊 小時候你覺得牠對食物 也比較積極嗎 對 也很愛吃對不對 你不知道在叫什麼的這種叫 也會叫得很淒慘嗎 不會 只是對著你喵喵喵 會很久嗎 有時候會一咕來一咕皮 通常應該是喵喵喵 然後就自己突然又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嗎 如果是那種的話 你就不用太在意 那種叫得很激烈的 很大聲的那種 通常只是跟需求有關沒錯 喵喵叫這件事情是只會對著人 因為這個是貓咪和人類生活過之後 發展出來的一個後天學習的行為 有的時候 牠就會用這個方式來跟你溝通 這樣子叫你就會知道還要幹嘛 你就會給牠嘛 要吃的要幹嘛 牠都會跟你講這樣 但是如果牠到了 跟你越來越熟悉了 你們養久了之後 貓咪也會有一種可能 就是牠那個只是跟主人的一種互動而已 有的時候就沒幹嘛 就像母鳴有時候也叫啊 或是小老鼠有時候也叫 可是就沒幹嘛 就只是因為牠講話的時候 我也會跟牠講話 通常啦 通常一個很喜歡講話的貓 牠一定也會有一個 很喜歡跟牠講話的主人 因為那個是互動出來的 滿足牠 我覺得如果你是每一天 然後去短短的時間 會比三天 然後讓牠停留在那裡 有一點的方式會更好一點 今天都大部分是吃乾乾 然後牠主動去喝水就會比較平淡 會去喝水沒有錯 對 那這樣子就很正常啊 因為大家在擔心 就是希望牠多吃濕食 主要的問題就是 怕牠水分攝取不夠 可是我跟你說 只要一隻健康的貓咪 牠正常情況下就是這樣 牠會從 大部分牠喝水喝的少 就是牠如果已經從牠的食物裡面 獲取水分了 那牠就已經身體已經足夠了 所以牠另外再去喝水就會比較少 大部分的狀況都生活安排得非常好 所以我會去需要去提醒你們說 不用去執著 每一件事情都非得訓練到牠完全接受不可 對方法是這樣子沒錯 但是我覺得因財師叫因地制宜啦 每一隻貓咪能接受的程度 都是有個別的狀況 有一些可能就有限的 三隻五隻 完牠就不肯了啊 我一定抓牠的時候把牠撿到完 對 我一個禮拜撿一次直擊啊 其實你這隻貓真的個性很好 牠先天的優勢很多 所以我反而要一直去提醒你說 你要讓牠這輩子都是穩定的 跟牠性格一直都這麼好的話 反而要去更加地去尊重牠的意願 任何的處罰都不要有 有的時候牠可能最後會接受跟牠可能就算了 可是那是牠性格好 可是我覺得如果有一點點壓力 可能看起來這一點點沒什麼 可是如果長期累積下來 對牠哪一天可能就會改變 而且這有可能這個壓力啊 也會是你覺得牠長大就稍微 比起小時候沒有那麼輕的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牠本來一直以來都對我們100%的信任好了 可是只要我們加了一點點牠不喜歡的 就會有一點點破壞 有一些如果太大的傷害性太強的那種 會無法修復那個關係 所以這個就要很小心 我們盡量讓壓力是控制在一個程度下 有的時候生活中難免會有一點點牠不喜歡的事情 比如說帶牠去看醫生 絕對不會有貓喜歡的嘛 有的時候勢必要有一點點這種壓力 那就是時間縮短頻率降低 像這種逐漸習慣的 我們還是要看牠的抗拒程度 所以那種循序漸進我是看情況 有很多人會覺得就同一個概念做到底 比如說就是每天這樣子弄牠就習慣了嘛 那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讓你明白 有一些東西不是天天就習慣了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超級怕蟑螂的人 我不會因為我每一天你帶我去看一堆蟑螂 我就習慣這件事情嘛對不對 你看你這樣就很好懂 如果牠對於這件事情抗拒的程度 就跟我們害怕蟑螂的程度是一樣的 有的時候我們這種過度的訓練啊 反而讓貓咪更抗拒了 就像你每天把我關在一個一千隻蟑螂的房間裡面 我會瘋掉 我有可能會毫不反應了 可是那個是代表我訓練成功了嗎 不是 你只是放棄抵抗了 所以我會很擔心大家過度的訓練就是 我不想要一隻貓牠為了達成 好像是配合我們人類的生活 可是牠變得不開心 心理的健康 牠跟生理的健康是緩緩相扣的 好舒毛 因為比較睡著了 再偷偷再用一下這樣 好可愛喔 喜歡爸爸抱抱欸 牠不一樣 牠喜歡背抱抱喔 好可愛喔 牠真的過得好好喔 好可愛喔 課程進行到了尾聲 在妞妞一家人熱情的邀請下 我便和牠們步行到 平時熟悉的餐廳共進午餐 牠從小剛好處在一個 社會化很容易做的環境裡面 看妞妞的樣子 牠對餐廳並不陌生 更確切的說 牠對外出到不同的環境 適應都非常良好 這無非是主人從小到大 給予足夠的陪伴 讓牠有充分的機會 在安全的前提下 放心的探索世界 對 動甘 你剛才好喜歡的啊 不喜歡嗎 好多人喔 沒關係啊 照相來的 雞耶 牠是跟主雞一集長大 六年時期牠就跟雞在一起的話 通常貓不會獵殺這個雞 就通常會越小接觸的話 他們就會把它視為同伴 去到大自然裡面 流連忘返很正常啊 你們要不要乾脆搬到山上 不要 牛牛會很開心 我們做工作就在山上了 我們休閒都跑海邊 不然跑路市 不然平常都很像在上班 我說牠已經恨死你了 你不要再弄牠 就是牠有一兩次經驗觀察之後 牠就會忍人了 對 然後牠看到那個媳婦啊 牠會跟牠玩 會跟牠互動 對啊 牠會待在你旁邊 牠就不會離開你對不對 牠不是 看到你牠就跑得很遠啊 你看到別人嬰兒車裡面的小孩 你也不可能衝過去就說 好可愛喔 對 就是基本的尊重啊 可是放到動物身上 人會很容易忽略這一點 就可是其實我覺得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像我到別人的家庭裡面 我一進來我也不會立刻說 我要去摸牛牛 我會再跟牠保持一段距離的地方拍牠 如果貓咪會怕我的攝影機 我可能就會把攝影機先關掉 先收起來 就是我會一直去留意到貓咪的狀態 跟牠的反應 一開始牠都還不認識我的時候 我是絕對不會伸手去摸牠 貓咪跟人認識的方法又不太一樣 牠可能是靠氣味嘛 用眼睛先觀察 牠通常都會自己先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嘛 比如說躲在那個椅子那邊看我 牠想要來試試看的話 牠就會自己主動過來 其實跟貓咪建立感情的 也是一步一步這樣子 就是要給牠時間跟距離 不能夠用問的嘛 牠又聽不懂人的語言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是被動的 你自己高興來再來 對 如果要走了你就走吧 假設沒有人幫忙 然後又只有兩天的話 食物就是可以定時出產嘛 你們有那個定時會實際 然後貓沙盆多準備幾個 這樣就好了 如果比較多天的話 我會建議找人來家裡 那牠其實就只要幫你清潔食物 就是牠一如往常的生活 可能唯一沒有辦法做的就是 像你們這樣一直帶牠出去 所以還是不能太多天 就如果超過一星期的話 牠可能就會覺得 牠怎麼都那麼無聊嘛 對 我覺得你應該也不會 牠家的烤的很好 牠要好吃的還要吃 牠才要吃 對啊 牠還會挑 對啊 這樣牠喜歡 我相信你們如果出遠門的話 有分離焦慮真的是足感 你的貓沙盆在後面喔 好可愛 午餐結束後 跟著牛牛一家人坐車上山 寧望沿途窗外的風景 車裡的交談聲此起彼落 然後我們來到 牛牛平時散步的秘密基地 山上的空氣很涼爽 抬頭看到幾片楓葉已經染紅 想起日子已接近立秋 在台灣 這是山裡才能感受的四季 只有在山上看得到這種四季變化 踏上這片土地 有種感覺難以形容 陌生又熟悉 好像我就和牠們一樣 早就來過這裡 天天都來這裡 也許是從牠們口中 聽著那些魚牛牛生活裡 有趣的發現 平凡的日常 卻是那樣真實的仿佛勝利奇境 牠們說一直以來都養狗 從沒想過貓咪會加入牠們的家庭 牠們說本以為狗離開後 不會再對動物寄託情感 如今竟和貓咪朝夕相處 逆不可分 這是螞蟻嗎 白蟻 這是白蟻 白蟻 緣分難得 跪在相遇 無論原生緣淺 擁有時都應珍惜 看了你那個什麼 小老鼠那邊 那時候在等小老鼠那邊 這個我就 就釋懷了 浪費比較多時間 在這邊陪牠 對對對 就是那種 其實也不是訓練的問題 對 只能等牠 生離死別是生命中的常態 但我們用一輩子的時間 來學習面對 都不一定能夠做到盡山盡美 我們會長大 狗狗貓貓會老去 終有一天 我們也會站在人生的路口 情到最深處 總是複雜 有多愛 就有多難 大自然有恩 仍應當相識 願所有的生命 都被溫柔對待 好可愛喔 像小寶寶 對 妳看爸爸的手機桌布都是妳 他們菜都很大顆喔 對 高麗菜都會兩公斤 到三公斤左右 對阿 他想說奇怪 為什麼 他們早上不是來過了嗎 猫咪来到我们的生命中 成为日常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些年来都有它们在身边 是我最感恩的事情 它们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唯一遗憾的是 这份礼物有保存期限 但也许是上天用心良苦 要贪婪的人类学会珍惜吧 永远都觉得陪伴它们的还不够 希望它们永远平安健康 可以的话 再陪伴我们久一点 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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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